球王Macy的魅力到底有多夸张 上礼拜来到芝加哥 客场卖出爆满的61500张门票 只为了一睹球王风采 虽然Macy因为肌肉疲劳 赛前已经预告不一定会出赛 但这依然交不起球迷们的热情 所以Jurfeel现场涌入爆满的球迷 只可惜最后Macy还是全程坐在板凳上 至于这场比赛 上半场双方都武功而返 下半场比赛 Shaqiri率先破网替火焰打破鸭蛋 但没多久后 Miami就要到一个禁区手球 将分数给追平 因为Macy没有上场的关系 球队最后也决定给买票入场的球迷一些回水 机票球迷得到价值250美金的积分 单场票的球迷则得到价值50美金的积分 然而火焰表示 开嘴这是我们的主场 应该看我们表现才对吧 瑞士双球的另一位球员 Haley Selassie在第62分钟 接到Herbert的传球禁区内七脚 GO 很快就帮火焰 重新要回了领先 事实证明 没有Macy的Miami 真的就是一支扶不起的阿斗 万年逼段班球队 畅上的攻击罚善可乘 防守也接连出现破绽 比65分钟再次找上 Haley Selassie 左侧破网 比数瞬间变成了3比1 这一下也让国际Miami 季后赛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了 人家说无漏偏逢的夜宇 战役拳时的Miami 很快又发生了低级失误 半场球被抢断后 Himani分球找到了Shaqiri 面对两名后卫加守门员的防守 依然找到空隙射门狗 这场比赛 火焰就靠着瑞士双雄各进两球 以4比1击败来访的国际Miami 告诉球迷 别只顾着看Macy 我们也是很厉害的啦